好,我是徐曉冬,我现在还在内蒙,呼伦贝尔 我从周日常春见面会,我周六到了常春 就吉林省常春市,常春见面会周日,之后周一来到满洲里 后来我现在又在市委,所以基本上在中国的东北部,包括东北和内蒙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是我所见所闻的东北人 跟大家聊一聊,包括一些认知 第一个呢,是一个东北哥们给我发的一些事,我给大家念出来 完了,这是今天第一段,今天的下半段呢 是我这次开节面会在东北,包括现在呢,在内蒙古的东北部 基本上都是东北人的地方,我见到的遇到的东北人和一些争执的事 今天跟大家说出来,东哥全部真实,我这个不用再重复了 好,现在开始 东哥,你好 加了很久的微信,一直没有和您聊过 我现在是黑龙江哈尔滨人 知道您很忙,也不想打扰您的私人生活 我经常看您的直播和节目 停 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您上推特油管什么的都不违法 只要您在上头说话 注意,别提啊,那些 别说敏感的话,您就正常的观看 没有违法 我说的,全中国任何地方 好几句 我经常看您的直播和节目 很多观点基本都相同 我在体制内工作 我爱人是什么什么,我自己什么什么 这几年生意逐渐的下行 但是自己认为还是比大多数人生活好 没什么抱怨 没什么 这几年 大家敌视欧美西方 敌视日本 出了那么多事情 风气实在太差劲了 我无意中浏览头条 就看到一个女性主播打扮的跟新闻联播员似的 说了那么多拉仇恨的话 我就随便评论了一下 发表了一些看法 相当理性和克制的那种 这家伙捅到了简窝里 三天七百多条评论 除了一百多个赞以外 全是骂我的 骂的也是极极无理 难听透帽子 什么都来了 开始我还是回一些便面理 现在不想回了 没意义 都是没脑子的人 我一行期间做过志愿者 帮着送过食品和物资 代表我们工作单位 给向十字会捐过款 现在一想我那时也是傻逼 搞错地方了 捐错地方了 没开出过 一名我的员工 还逐年给大家涨工资 提高待遇 总想着都不容易 钱多少是多 人员稳定 少赚点又能怎么样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 这帮人这么羞辱我 真是挺绝望 我是1984年的 今年40岁了 日本我去过三次 身边也有朋友家的儿女 姐妹兄弟 在那边生活的 都是平和谦虚的 彬彬有礼 再看我们这里 我们还有那么多 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 可是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绝望了 以后也不想评论了 教育好我的儿女 以后走出去就完事了 文字有点长 打扰了东哥 祝东哥一切顺利 家庭和睦 儿女康健 全管兴隆早日恢复自由身 我一直支持你加油 这是我说的 这是兄弟回答 实在不好意思 东哥 刚看见 中午出去 就跟同事一起运动去了 刚回来 没问题 您拿去做吧 那个 我真的没什么 折着眼 好了 我也看了 大家也知道 就是油管上 不是什么油管 就是那妈的 大陆里头的 他妈的一些傻逼的 自媒体 穿着像博弈员的服装 就开始散布恐怖言论 这个哥们呢 给我发了这个截图 他说他就是回复了一下 首先这个女的 悉数了日本 那个二战时期 对中国的罪行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后来 这个女的就开始 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这个仇恨 我们永远要恨小日本 永远要记着 这我觉得大错得错 同样 这个小伙子的回复 我觉得挺棒的 这是这小伙子的回复 之后他再招了700多条的骂 这个小伙子回复就是 我就想问问这位女同志 这和现在的日本人 有什么关系 现在的日本人 40后 50后 60后 70后 80后 90后 00后 10后 20后 他们谁加过 参加过战争 图掠过 残杀过中国人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 日本军国主义 纳村日本时期 对中国犯下的 累累罪行 现在的日本 经过改造 和现代文明的植入 已经脱胎换骨 融入了世界 这个大家庭 不说别的 就说日本护照的 免签 就能看出 日本在世界的影响力 我要做的 我们要做的 不是仇恨 报复 而是学习 合作 才能共赢 共同进步 车轱辘 往前转 人要往前看 活到过去 对不起当下的自己 爱国 要让这个国家 更好 更文明 更包容 更开放 更团结 这他妈的小伙子 说的太好了 比我说的多好 到最后呢 他的一句话 我是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绝望了 以后也不想再评论了 教育好我的女儿 以后走出去 就完事了 这他绝望了 我就跟这个兄弟说 我的兄弟 你别绝望 有你 你也知道 有我 需要东 还有不少这样的人 在捍卫着真正的 什么独立思考 捍卫着真理 我就希望你哥们坚持住 完了之后 给我们聊了聊 完了他也收益 我可以读这本 他的这个文章 今天第一段 我把这个读出来 今天的第二段 就是播太好了 我在东北行的所见 所闻 准备开始 开始之前 添加两小广告 不是讲家 是讲家糊口 但是不是胡说八道 也不是给大家添乱 东哥的 乌画杆啊 还有现在的 东哥的谢卡 还有酒 咖啡 茶叶 这都是当下 最好的性价比的产品 东哥推荐的东西 一定性价比好 我不敢说我的最好 但是在同等价位 我这个性价比最高 包括杨成湖 大侠蟹 包括酒 酒 我亲自去茅台镇 监督的酿制 杨成湖 大茶蟹 我每年的9月底 10月初 都去杨成湖 去捞 去抓 去品尝 去包装 给大家看 所以感谢大家支持 小广告 不好意思 不想看的 您掠过去 杨成湖的大茶蟹 9月份 我们开始卸卡 9月底 大茶蟹开始上市 到11月份 12月份 1月份开始 唐山的缩资蟹又来了 茅台镇的 纯粮一摇降酒 东哥的推荐的 乌画稿 咖啡和茶叶 到送礼的集结 送给亲人朋友 很有面子 谢谢大家 大家看刚才 那个视频了吧 没看到再回到一下 这是吉林 吉林省 吉林这边的一个 一个民用的企业 一个建筑公司 要求自己的员工 不许用苹果的 设备 包括iPad 苹果电脑 用的话就开除 要用华为什么的 我看完之后 我就说 这大傻逼 东北怎么变成 这么大傻逼的地方了 他妈的 我就在吉林省了 你说这他妈的 一个民营的建筑公司 你要说你是个军事的 哪怕你要说 一个敏感的国营企业 我孝敬都觉得 你不用苹果 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但你妈的逼 你一个他妈的民营企业 装什么逼啊 你舔什么屁眼啊 你他妈的像谁 他妈的像逼逼逼呢 不让用苹果电脑 我先说两个 第一就是 我跟这个 这个 跟我发的网友 我就说 第一就怼回去 电脑 不管是 还有手机 苹果的 这都是什么 中国 商务部 包括中国质量监督局 严格的检查 招商 引资 之后 引进进来的 合格的国外传品 并且 全程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督 所以说 卖苹果 首先要交税 所以大量的给中国交税 第二为中国人民服务 所以苹果的一切设备都非常好 我孝敬东本人全用的苹果 安全 操他妈 安全 操他妈 安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企业 直接就违法了 这涉及到了 这么的侵犯 人权了 我用什么手机 这是我自己的事 只要是不影响你们单位的生产工作 或者涉密什么的 不影响的话 我就可以用任何品牌的手机 就这么简单 你他妈 你这个不是涉密单位 也不是国营单位 你一个名企 你凭什么 他们要求你的员工 要用什么 那以后他妈的 员工擦屁股 用什么手指 你还必须是说吗 对吗 这怎么跟傻逼似的吗 所以 东北烂逼成这样了 不好意思啊 又说东北 我在长春的东北见面会 我礼拜六到的长春 开完见面会之后 跟一个延边的哥哥 我们一块打车回酒店 完了之后 这个开着 红旗电车的这个司机 就一路就说 这美国多坏什么的 给我听急了 我这人就说过 自从输收的事件 和深圳的事件之后 我需要东发誓过 我要清理我身边的傻逼 我身边的 不管是我的朋友 还是我身边 我能听到的事 我必须要叫他妈 要骂要怼 所有的网友们 我今天做到了 在延边的那位 在美国的哥哥 他回延边老家 他也能帮我作证 他此时此刻 那时全程坐在 那个司机的旁边 他这个弟弟司机呢 就说这美国多坏 我直接就说 我说你他妈身为东北人 美国他妈一分土地为战 妈的 你脑袋上的他妈的 你额爹 占了上百万土地 你们怎么他妈不要啊 你们他妈的抗议过了吗 如果你们东北人 能他妈恨小日本 我都可以理解 毕竟有过这个历史 操你妈那俄罗斯 烧杀墙里人 你忘了吗 墙那么多土地 你忘了吗 杀那么多中国人 你忘了吗 你那舔逼舔什么呀 美国哪得罪你了 没他妈美国 有他妈你妈 我占胜利吗 没他妈美国 有他妈WTO 你们能进去吗 装他妈什么装 延边的老哥转身 默默的向我束手指 他说小东啊 真行 我是不敢 东北那司机 没话说了 我下车 老老实实的 来了 谢谢您师父 那师父 你慢走 你慢走 他生怕 我给他一个差评 我明的就说 我告诉大家 我教大家 你们记住了 你们打车 做滴滴什么的 一旦有人 有这种言论的 你们可以就投诉 投诉什么呀 政治敏感 你们就说 这政治敏感 我就投诉你 我告诉大家 一投诉一个桌 你看这个 长春的DT司机 他就说什么 日本坏啊 日本卡伯的什么的 这就属于政治敏感 你们知道吗 我告诉大家 这个你一投诉一个桌 一定成功 给他妈的信用级下降 给他排单排的少 他挣的少 真的 但是我徐耀东 不干这事 尤其是 大家挣钱都不容易 虽然说长春 那司机 这脑子 也跟大傻逼一似的 就韭菜 但也是人 作为一个简单的人 需要东 也是怜悯 所以我也没有 跟他任何差评 我一般全是点赞 而且我下了车 之后 还给第一司机 那什么 满意吗 点满意 什么满意啊 说文明语 车里干净装 整洁什么的 我都点 我都是挺仁义的 好了 长春的我做过这节目 不多说了 我他妈的 今天上午在市委 我们哥几个起来 去看猛屋市委那几个字 就团结广场 走上去看了看 完了之后呢 对面 我说 对面就俄罗斯 完了之后呢 这个 很多人就在那看 我说 这原来是咱们的土地啊 现在呢 对面 我说无所谓 看看吧 往下走的时候 一帮当地的大姐啊 什么的 马夫啊 什么的 骑马吗 骑马吗 我们就问大概多少钱啊 我说这马 就这个河 尔古纳河 那边就俄罗斯 完了 能骑过去吗 我们就开玩笑 你们知道吗 我说不能 这国家子哪能过去啊 我说啊 我开玩笑 我谢啊 大姐 我说你们哪来的呀 我说我们北京来的 我说北京来的 上这来玩啊 我对啊 我上这来玩 看看 中俄边境啊 什么的 哎呦 你们是不是也帮着俄罗斯打仗去啊 我他一听我懵逼了 我说停 我跟五个岸钱什么的 走的 我说停 我等会儿 我大姐你说什么 我们帮着俄罗斯 我呸 我我操你他妈的毛子杀了那么多中国人 抢了那么多土地 我他妈帮俄罗斯 疯了 我大姐你是东北人吗 我我我我我是 我我说你是内蒙人吗 对我是内蒙人 我他妈的这些土地都是咱们咱们的呀 我大姐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啊 大姐 我都我们应该恨俄罗斯呀 我们他妈帮乌克兰呀 大姐都傻了 真的傻了 我大姐你干嘛听谁说的呀 啊 你凭什么喜欢俄罗斯啊 大姐不说话了 蒙了傻笑 哎 这个我不多说 我大姐忙您的啊 为什么呀 你就一马夫 咱没有什么阶级层次吧 就是一养马的 你干嘛瞧不起人家 或者说 他本来就是知识情路低 真的 就是他妈的低 那干嘛呀 我就不说了 走吧 就走了 之后我们就是玩那个什么嘎呀 嘎什么的公园呀 山呀什么的 完了之后 墨尔道嘎 对 从墨尔道嘎呢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根河 到了根河 我们看吃点根河特色 或者东北特色 或者内蒙特色 因为这个地方虽然属于内蒙 但是呢 大部分都是东北人 大部分都是东北人和东北话 所以呢 我不是说我瞧不起东北人 你都需要东你在内蒙呢 你凭什么骂东北人 我都问清楚了 这一片大面积的 呆着都东北人啊 我能见到内蒙人 就是俄罗斯族人 我才在市委那买的 呃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 格瓦斯啊 买的奶 真好喝真棒 而且大哥大姐特实诚 特好 这不说了 咱们就说咱们这根河 我找一个特别有名的 大哥大铁锅盾 叫吃饭 我们吃的挺高兴 铁锅盾大勒 我们专门要了一包尖 他这个包尖啊 我们开着门 门口就一桌子 完了这老板呢 跟他的他们家亲戚啊 都在这桌子上吃饭 我们正在吃大鹅的时候 老板也开始开饭了 吃晚饭 吃了吃了 老板就聊 哎呦 你们不能买苹果手机了 这苹果手机爆炸 你不知道吗 哎呀 炸了炸了好多人了 完了之后 咱们这苹果手机 这信号也不好 咱们呀 你知道咱们 那个那道杆 那个什么什么的 都都换了 不卖那什么了 卖别的手机了 完了之后 现在呀 真是的 可别用苹果 我他妈吃了吃了饭 我他妈的 我他妈的 所有的手机啊 我操的嘞 所有的手机啊 我操的嘞 所有的手机 全是点 全是苹果 我不乐意啊 我一边吃啊 我一边吃 我偏死人 全家 我说 我都说 所有话都是我 我一边吃啊 我说 老板 我说 老板 你用苹果手机吗 我没有 我说 我告诉你啊 老板 我这儿所有 做的几个兄弟 全用苹果手机 我说 各几个拿出来 他们我们都亮出来 我们全用苹果手机 我说 谁盖你要爆炸了 你叫老板说什么吗 老板说 抖音说的 我说 抖音 我我我我理性 我不会说 抖音臭傻逼 都是假的 不 我说 抖音有真有假 你不能全信 你得他妈独立思考 你琢磨琢磨 他不是 他说 什么炸死了中东的人 那个手机吗 我说那他妈的都是寻呼机 那他妈的都是不花器 那他妈的都是专项的人用的 这他妈的恐怖主义用的 我听说 也有苹果手机被炸死人了 我说 谁告诉你的呀 我说你谁告诉你的 抖音 要他妈抖音 我说 我告诉你啊 不是 另外 您记住了 您可别这么说了 再说 你就反党反政府了 当时那人懵了 不说话了 我告诉你啊 我说他妈的 这苹果呀 是经过中国商务部啊 确定敲定的商务进来的 中国质检监督部啊 管理局啊 管理部都他妈盯着 苹果手机正经的在他们中国商税 正经的中国销售 你也看了全中国各大城市都有 我们北京人都有卖的 谁告诉你的 他妈爆炸 他妈就不让卖了 这是国家要求卖的 这是国家共产党政府要求卖的 你怎么着 你反党反政府啊 我也不知道啊 是吗 我说什么叫不知道啊 你合着你都所有的苹果手机都是投肚过来的吗 这不都是国家要卖的吗 说不好听点 老板 你急了打国家去啊 你急了骂国家去啊 你家骂去啊 国家让卖苹果的 怎么着 卖不卖 你听我说啊 老板呀 就乐 哎 我也不知道 等音的是 我说是老板 我说以后啊 你得琢磨琢磨 别这随便的就说啊 刚在这说的时候 隔壁一个女士 因为是一个女士的声音 对 说的好 小伙子说的好 我说呦 我说大姐 我说 我说谢谢大姐 我说您 您也旅游的 因为他这口音呀 一看就不是当地人 啊 我们是散海人 我们是散海人 散海人来的 哦 我说上海威武 我说啊 上海威武 哈哈哈哈 上海人牛逼啊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等于我们旁边坐的 就是上海人 都是吃这铁锅炖的 我们这桌子都是北京人 买单 买完单之后呢 说实话 这个铁锅炖呢 真不好吃 鹅呢 鹅肉不香 完了之后呢 排骨呢 也是冻排骨 也没有那么鲜 完了饼子呢 也一般 所以我吃的很一般 但是呢 花了这四百块钱 花了这四百块钱 真的不便宜 啊 我们四个人 铁锅炖 花了四百块钱 这他妈真的铁锅 就是铁锅炖 那呢 又没别的 反正是 带根河 这消费 我没想到这么贵 走了 我现在回来了 完了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就是 真的是他们东北人 确实认知很差 啊 主要东 你他们在内蒙 对 我再说一遍 我在内蒙 但我还确定一下 我说你们是东北人 什么的 他们大半东北人 当然吉林的也有 是常那个 哈尔滨的那个 黑龙江也有 完了 辽宁的也有 都有 啊 完了 真的 这个确实啊 东北人丑陋的 也挺很多 啊 红小冬 有地狱黑吧 我再重申一遍 我身边都是东北朋友 瑞瑞也有好哥们 北京有傻逼傻逼多啊 但是没有东北的傻逼多 我再说一遍 哪都有傻逼 美国有傻逼 上海有傻逼 我都承认 但是傻逼聚集地 比较多的地方呢 东北 我这样 大家不会说地狱黑了吧 啊 你看我他妈的吉林 得比半天 我他妈的在蒙屋市委那 那一听那大姐 我还问呢 你东北人啊 也得比得比半天 完了之后 我到根河 我也问了 老板人东北人啊 东北服务员是南方人 我说你们真好 东北南方结合 我都问清楚了 所以我不是地狱黑 也不是光满东北人 因为确实我这次旅行 见到的他妈的一些说啊 傻比较傻的话 比较缺智商的话的 全是东北人说的 我干嘛呀 我他妈的 我履行了我的誓言 我徐晓东 从他妈的 从苏州那就开始 啊 仇杀日本孩子开始 一直到深圳 把日本孩子杀死 我就开始 我必须我自我 我就跟我身边的 看我所有视频的人 你们要记住了 如果你们牛逼 就像我徐晓东一样 感染你们身边的人 如果你牛逼 就像我徐晓东一样 感染你 感染你身边的任何人 包括你走过路的人 你出过市的人 你都要感染 如果你稍微的胆小点 没关系 你回复你评论 坚持你的东西 不要怕他们网爆你 无所谓 我徐晓东骂一龙 曾经被十万人网爆 无所谓 现在那十万人 就九万九千人 都是他骂徐晓东的粉丝 全认知我 因为我说的都对 明白吗 所以我在这里 也跟大家说一声 坚持你们的坚持 坚持住真理 独立思考 不要被那帮大傻逼 所感染 大傻逼多 中国就傻逼多 但是还有咱们这样 睁眼的人 必须维护 我们真正中国人的自尊 我们中国人 友好 善良 团结 所以我要感染 我身边的人 我的亲戚 都被我感染过了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下面就是我朋友 下面就是我的经历的同事 或者我去哪消费的 我碰到人 再说一遍 在我徐晓东身边 听见的 所有违背人性的 所有的胡说八道 我徐晓东就站出来 嚷嚷 站出来抵制 你们大家要学我 好吗 真的 这样我们的国家 才有希望 才有救 要不然就烂到根 就彻底完蛋了 就被那帮臭傻逼 仇日 仇车西方的那些 他们是仇视文明的傻逼 不能让他们占领咱们的高地 操你妈的 感谢大家今天不多说了 明天这两天还在 还在内蒙古玩 基本上碰的都是东北人 但是呢 我碰见的内蒙人有 俄罗斯人也 俄罗斯族有 我在 我单门会做视频的 我在满洲里吃的 我这辈子 最牛逼的早餐 是跟我的一个内蒙的好朋友吃的 就满洲里的 我们从未谋面 就是一个危险好友 仅此而已 真棒 我这辈子都吃的 但我会发整个的东北型的 就是内蒙型的视频的 让大家看 今天只是就今天的感触 今天我一天 遇到了一两档的这种事 头一档的养马那大姐 无所谓了 确实他很低 他可能连 连惩罚 加减罚口诀 我觉得都悬 就养马的 咱们 咱也不纠结了 但是这个开饭店的老板 其实我觉得 哎呀 真的 就 中国傻逼多 啊 我 我不住 这个傻逼这两个字 不是说我多讨厌恨他们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吧 中国民族 这个民族 这么多灾多难 一直到现在 他妈的是有原因的 哎 行了 今天就说到这 感谢大家 有什么说什么 后的广告 大家看一看 啊 包括产品 包括东哥的权管 什么的 我是靠这挣钱 但是我 挣的全是良心钱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